但是过个三五年 现在就好多了 现在我们已经是三个日本 等我们是六个日本的时候 他们心情就很好了 他们就认为 这个就像太阳从西 对吧 太阳从这个东边出来 在西边落下 我们就是中国十分之一 这个自古就是这样 是吧 就习惯了 美国也一样 你2027年前后 在那之前两三年 在那之后两三年 应该是中美关系最坏的 那坏的 那因为那时候 中国总之超过美国 我说中美有两个 无论再坏两个事情 一不会断交 二不会打仗 我反复讲这个道理 我说一不会断交 二不会打仗 我们一会儿先全过一遍 过完以后 我们根据时间情况 可以再折回来 讲中美关系 好吧 所以中美关系呢 就是这五篇文章 我觉得还是值得推荐的 那么朝鲜的 这个是一个大问题 朝鲜是我们 大家都知道 隋朝是怎么灭亡的 就是打朝鲜给打败了 隋扬帝一个很伟大的人 我这回去了青海 去了这个 才知道隋扬帝 毛主席也说隋扬帝 是个很伟大的人 不是什么历史书上 说的是个昏军啊 把朝代搞灭亡了 还真不是这样 隋扬帝修大运河呀 整治山河呀 发展经济呀 发展军备呀 发展贸易呀 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啊 隋扬帝还跑到青海湖去了 大家没想到吧 大家要旅游青海 青海湖那个多美中国 第一大湖 哇 隋扬帝在那 大会诸侯 把周围所有的游牧部落叫来 来拜这个中国皇帝 让大家永远好好做中国人 这个人很伟大 不知道怎么搞得争朝鲜给争 争灭亡了 然后呢 这个大家知道 甲午战争就是丢了朝鲜 是吧 就是因为日本要夺朝鲜 我们不放手 最后搞得中国差点亡了 我们这 今天是一个伟大的日子 今天是20号 昨天是抗美援朝 我们入朝的日子 25号 大家准备一下五天以后 我相信领袖要发表万分重要的讲话 这个朝鲜问题 朝鲜问题我17年就写了一个 因为那个 有一个著名学者叫贾庆国 也是个留美博士 比我大几岁 在北京大学 当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而且他还是哪个民主党派的领袖 所以他还是全国政协常委 所以一个大官 一个大学者 也是个美国博士 他在这个2017年 写了一篇重要文章 这个文章呢 你只要一打我的文章 就可以看到他的文章 我这个叫言论 讲这个对待政治 他当时就说 他说 根据各种情报显示啊 金正恩可能 他的原子弹 他的轻弹 已经出来了 关键是他的洲际导弹 他能打到美国的洲际导弹 可能会也要快出来 那么美国讲得很清楚 金正恩一旦有能够打到 美国的洲际导弹 并且能够能够把原子弹 轻弹打到美国任何大城市的话 美国绝不能容忍 美国早就讲我们要动手 要灭北朝鲜 那么贾清国就建议说 鉴于战争已经不远了 我们与其在美国拿原子弹 打了北朝鲜的时候 我们措手不及的时候 在干事 还不如现在我们主动 就和美国和韩国联系 说你们究竟什么时候动手 你们打了以后 我们应该怎么办 他现在就商量商量 这个我说这话 有没有没说清楚的地方 说清楚了吧 你想这样的文章在国内 他登在那个 法兰寿泰姆斯上 那在国内爆炸性啊 全球轰动啊 你这么大个人物 发就这么重大的问题 发这么重大的文章 我其实也研究朝鲜一二十年了 但是我这个人比较谨慎 因为我总觉得咱们没有 我好几次 我韩国去过两次 我但是朝鲜还没去 所以我觉得我人都没去过朝鲜 说话有点 有点作为学者来讲 有点不地道这个事情 所以我就说咱们再等一等 结果看了这个文章 我就不能等了 因为国内有有人骂他 骂他很凶啊 就是骂贾清国 说那大家骂什么 我就不想在这说了 这还有 这不是还有录像吗 是吧 这个 所以这个 所以贾清国这个文章很轰动 骂贾清国 骂的也很难听 现在也在网上 后来我一想 我就不能等了 我就写了这篇叫做 也论贾清国 论对台 也谈贾清国论对台政策 这个文章呢 我明确指出 我说我是完全不同意 贾清国这个观点 我说我明确指出 我说我个人认为 美朝关系 马上就会变得很好 什么时候呢 只要朝鲜的这个 洲际导弹 能打到美国 美朝关系马上就会好 我说这个是定理 因为美国这个国家 一向是如此 谁的原子弹能打到它 马上就跟谁好 这个是过去 现在将来都是一样的 而且我说 其实不是美国 这是全世界 所有核国家的共同状况 只要有个国家的原子弹 能打到你的首都了 马上 哪怕背后里 恨的 而且表面上都要热情我手 所以我说这个 根本不要发仇 美国要打北朝鲜 不用发这个仇 恰恰相反 美朝关系之所以 先坏成这个样子 就是因为朝鲜 没有原子弹 打不到美国 只要美朝鲜 有原子弹 能打到美国 美朝关系 马上就会很好 所以我这个文章 发了以后 大家可以想 也挺轰动 是吧 那转载的 全世界转载的 也不少 这个 我说不信拭目以待 结果不出半年 果不其然 朝鲜原子弹 就打到美国 美朝关系 马上就好了 马上 金正恩和特朗普 就要热情会见了 还简直 写了门了 简直是 我这个 好多文章都知道 我都是做长远 我说三五年以后 会实现的事情 经常没有写三个月 就实现了 就实现了 于是 2018年 在韩国首都 首尔就召开 世界朝鲜问题大会 说是去了 20个国家领导人 去了 这个40个大使和部长 去了200个著名学者 但人家因为 我曾经17年 发了这个文章 也叫我也去 说你也来 于是我就写了 这个会议论文 就这个论文 叫理议 解决朝鲜问题的 一揽子方案 就是 中英文都有 中英文都有 也在网上 你一打就知道 中英文全文 因为那是个英文会议 首先是英文 后来又翻成中文 你在网上一打就错 结果我准备去开会了 要买机票来 人家才说 你的护照行不行 就我一看护照啥呀 护照过期 哎呀 糟糕的 就现办护照来不及了 就把这个会 我人没去 但人家也很遗憾 就把我这个文章 作为会议论文 在会上 找别人宣读了一下 就这样子 所以很遗憾 但这个文章呢 在全世界也有 就叫理议 解决朝鲜问题的 一揽子方案 我说是什么事啊 我来说是什么事啊 我来说是什么事啊 谢谢观看